花蓮國際石雕藝術記 算年紀的話是滿25年 在這個很特殊的年份 而且更特殊的是今年遇到了疫情 我們一開始徵選出來的 有10位的國際藝術家 其實沒有辦法來到花蓮 在戶外的创作营做他的创作 那所以今年是16位 那其实都是在台湾生活的 其中一位优斯福老师是居在花莲 那是唯一一个外国籍 因为疫情反而大家都留在家里 然后能够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对台湾内部 对花莲内部而言 它都是一个因祸得福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这次花莲国际时代艺术季 针见的时候就是希望说以动 来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规则 所以我就用跨户追日本身 它在追逐太阳的这种动态 跟一个太阳两个来结合 变成这件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件作品 这样的因为以前过去就是 都在工作室里面 自己独自在创作 很少有机会说十几个人 一起在一个场域里面工作 情意识里面都有竞争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这种的感受就能够在创作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积极 尽力地把自己的作品 能够表现得更完美 我是2009年参加花莲国际时代的 那这中间也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 从事创作 然后开始参加创作营这个部分 那花莲国际时代的来讲 算是说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件作品比较特殊的是 我是用黑白的石头漆相接的 希望就是说用有点像二言论的概念 甚至说太极的一个概念 稀释的一个概念 做一个传达 就如同说高气压跟地气压的一个组合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风动的一个动力出来 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诠释 走过那么多创作影之后 会觉得是说在地性就是国际性的一件事 尤其是说在台湾的艺术家 你接触到这么多的时候 你要传达的是什么 大概在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1997年国际时调第二届 然后我们学校去参访那个创作影现场 那被现场的一些雕塑家们 还有食材所震撼到 那时候就想说 原来艺术也可以用石雕来呈现 这么气势磅礴的画面 所以才毅然决然想要从事石雕工作 我这次的作品名称叫做 听见其来福尔摩沙 因为出国以后才发现 其实很多不管是南美洲或欧洲的国家 其实有的时候你讲台湾 他们还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我就拿地图指给他们看 哦 福尔摩沙 福尔摩沙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还叫福尔摩沙 那是欧洲人取名叫福尔摩沙 因为这个词在他们那边是美丽的宝导 台湾的地图坐在我作品的正面 然后看到一角消失的那一块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脸 那有民众会问为什么消失 其实我们是常常被人家说被遗忘的后山 透过那个缺角延伸到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最美丽的花脸留在背后 那因为我当初来花脸就落脚在受风 那我那个地方呢 它就是在田中央 然后就盖一个房子 然后那我门口这样望出去是一望五级的稻田 那稻田的后面就是中央山脉 我就常常很喜欢看那个山跟云的变化 那因为这样子我就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 山跟云的一个大片的作品 那这个这次的新之战就是其中的一件 花脸这个石雕创作营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有名的 算是算是地位很高的创作营 这个活动对国内其他年轻的艺术家的 的这个刺激跟带动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大学时期我们老师带我们来花脸参观 石雕创作营 从那时候开始接触 然后到05年我的老师樊炯烈老师 我们来参观他的创作营 再来11年我自己参加第一场创作营 然后到今年是我的第二场创作营 石雕在雕塑所呈现出来的样貌 我觉得是有别于其他的雕塑避束这样子 它比较贴近自然一点 石雕就是矿木石头它就是打一件扫一件 石头永远是独一无二的让我很喜欢 大家都还是一直在找石雕的可能性 像这次我的尝试就是我以异材质去做结合这样子 这次来已经是第四次了 早期的时候是一种很亢奋的心情 就觉得说难得登上这个大舞台 用尽心思的要把作品做好 可是可能相对于年轻的时候 现在来讲的话是比较沉稳内敛 这件作品长三半月 其实是我一个心境的描述 我工作室是在很乡下的地方 所以每次开车回去的时候 在树影之间 如果当天有月亮 月亮就会出现又消失出现又消失 所以我这件作品的形式呢 其实就是在树影之中的月亮 这次的作品它的名字叫一片漣漪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我对花莲的一个感觉 其实花莲的整个环境让我们觉得很舒服 变成你会沉浸下来 然后连漪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 你要在湖面上或是一个平静的水 或是下雨天玩积水一滩水 你丢个东西下去它才会有反应 其实那个反应 你要去做这个动作这个反应的时候 小孩子其实很贪玩 可是大人你不可能停留下来去玩这个动作 可是当你有这个心情下来去看到 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一刻其实你是很幸福的 像石头人家说很坚硬 可是你可以把它做得很软 然后它很脆弱 你可以把它做到很薄 可是很薄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结构的问题 让别人觉得它很薄 可是在我们心里是它有结构去撑它 其实是一种挑战 每一个作者其实你要对 每一种材料其实都要非常的熟悉 所以你要运用到它 因为你是作者 你要熟悉这个材料之后 你要发挥它百分之百 百分之两百 这是蛮重要的 就是觉得哪边最困难 我们就往哪边去 那所以就想说去石雕组试试看 那试了之后发觉 这个材质跟我自己想要的一个调性 其实还蛮合的 那因为是很硬 可是你不能跟它硬碰硬 所以在这一来一往之间 其实产生了很多的一种想法跟一些灵感 所以就从此就哀伤了石雕组 自己的创作的资历的增长跟接触的东西更多了之后 以往我是比较偏冷掉性的一个石雕造型的一个语绘 渐渐的可能年纪大了 会想要放入一些柔软的部分 包含说这一次我在华山景处的一个造型里面 我放了很多很柔软的手打的痕迹 中软对我来讲更适合现在这个年纪 或是说对我来看这个很多事情的一种概念 它会有我的坚持那也有我的放 因为石雕它非常的困难 小时候也受过欺负 那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身体感觉就是很瘦弱 当我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 它所带给我的冲击性是很强烈的 我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学习到它的美丽 跟一些表现的形式 所以这一次也运用我们花莲的海边的自然景观 海浪跟打在岩石上的那种感觉 这种很自然很美丽 但是又很舒服 但同时它也是很澎湃汹涌的一种感受性 来象征我一个心理状态 还是说我的情绪的一个表达 那在一路走过来 其实石雕创作从传统到转型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刻骨铭心 也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是一条我所喜欢 打心里头都喜欢的一个兴趣 是我自己一辈子要走的一条路 我这次的作品本身呈现是一个山的意象 因为一个量体的扭动呈现出来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陈锋跟山巒起伏的一个意象 表现就是我们东部的打山 大概这15年吧 我的作品几乎都是从瞬间的剑印的石头 然后我让它去做扭动 任何的形式都是我可以去书写的一种方式 今年我创作影我构想的主题是来自一个书法的一个技法 叫做飞白 我喜欢使用一些圆的符号 因为圆的这个符号就像在我们观念 传统观念的原点就是比较代表一些比较吉祥的意思 圆满 这次也刚好主题 然后我刚好就是使用这个方向这个符号 来作为我一个创作的发想 对其实我参加这个做这个石雕这门工作 其实早先家里并不是很同意 在台湾的传统社会里面他们觉得说做出生意书 他们比较不切实际 所以他们会保持一个诚意的态度 但是记得我参加一些比赛 或者是做一些作品 或者参加一些国外的活动回来之后 他们就渐渐的改变他们的想法 我实现一个大量的距离所谓 我画的设名字是 也设计了,也计划在书上 我会计划 我会计划 是用黑白的印尼的 除了 在书上的书是被捞到书的 而是一种草的 但我会想说更多 就是这些书是在书上的书 每个人都要得知, 我们不成为我们能够爱, 能够得知,能够得知,能够得知, 我们要得知,要得知, 我们能够得知, 这些人都要得知, 这就是这些人的意思。 我最后的训练是说, 本來是以陶瓷做創作的 後來我結構造型用石雕來創作 我覺得蠻適合而且更直接 所以我一個朋友就 說花蓮是一個不錯的創作的地方 所以我就過來 然後你知道花蓮圖很黏 所以花蓮就變我的故鄉 然後變一個安身黎明的地方 這次我提案是要放在那個東海岸沿線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叫做向海的風景 所以就以這個東海岸的景觀的一個意念去創作 1995年的創作我當時還很年輕 因為距離現在已經25年了 那個時期我也得到很好的成績跟鼓勵 所以說才會延續到我後來的創作 我從這裡面得到了一種成就感 所以就決心一直投入這一塊的工作 我這一次的作品是一朵蓮花 像一個指風車一樣 它可以還會有一種轉動的意向 那是希望我當我看到這一件作品的話 我用泥人畫的角度去詮釋它的時候 會有一種好像一個人在跳舞的那種 肢體舞蹈的動作在裡面 我從事石雕創作已經有大概將近30年的時間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媒材 最主要是我生長在花蓮 花蓮本來就是被譽為石頭的故鄉 在我們接觸石頭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漸漸的也很喜歡石頭這個媒材 喜歡石雕的女性要勇敢的去表現 因為我常常會問到說 你會不會有體力上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在操作上 有別於男性的地方是在哪裡 其實現在性別已經不是選擇 職業的最主要問題了 比較大的問題是你喜不喜歡這個工作 當你喜歡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自然你就會去克服很多的問題 其實我們一開始創作影從1995年開始 花蓮 然後那時候本來就是要刺激我們在地 就是說一些比較做傳統的藝師 就是從佛像 從工藝品 然後提升我們到自我風格的創作 25年來12屆 其實大家已經有把自己的部分有提升成長了 然後也慢慢的開花結果 那等於說透過這一次 我覺得這次疫情不僅給我們人類反思 也給我們透過這樣的機會 然後透過藝術好好的大家 來做一個交流或是一個總結這樣 台灣的藝術家們其實也很難得有這樣子的聚會 然後一起在戶外創作影的過程當中 彼此激盪 那我們已經為下一屆的 第十三屆 在2023年要舉辦的國際實調藝術季 做了一些的鋪陳 那今年入選的十位的國際藝術家 然後在2023年的時候 他們的資格仍然保留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在今年的反省過程當中 也找了一些的路線 那這些路線會一路從明年開始 就鋪陳到2023年 那這個部分也請大家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